今天一天都被这一条权威发布的消息刷屏了 到处都在说这件事情 然后朋友圈微信上也都是这个内容 什么事呢 上海市教委宣布上海市中小学 以及脱幼机构新学期9月1号开学 神兽大半年的时间都没有归龙 终于能够归龙了 所以做家长的人来讲 真的这个时候是一个特别开心的时候 特别放松 觉得好像如是重负 当然也希望把这一副重担交回到学校 让老师们来帮忙 但是确实疫情当下 本来6月没什么事 7月也觉得没什么事 这8月又紧张起来了 那9月1号开学 那这个消息真的顶着这个风啊 直接人家已经发布了 9月1号正式开学 当然9月1号开学有一些规定 比方说前14天必须在户开展自我健康管理 也就是18号以前就不要 18号以后就不要到处玩了 18号以前必须回到上海 那当然上学期间也免不了核酸采样的事 我们家小朋友现在核酸采样也非常配合 三天一次跟着大人一起 也非常的这个适应这样的新的normal 新常态 所以也期待着开学能够如期顺利